在台驻日本福岡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促成之下 15号下午华联市长魏佳燕 与陆尔岛仪佐市长乔木新野 特别以视讯交流的会议方式 就双方城市来进行介绍 并且针对了后续地结联盟好城市的交流事项 做出了进一步的讨论 在台湾驻日本福岡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促成下 15号下午华联市长魏佳燕 与陆尔岛仪佐市长乔木新野 特别以视讯交流的会议方式 就双方城市进行介绍 而随着疫情区换国境逐渐开放 乔本市长也计划在今年会安排台湾的访问行程 希望就文化教育的议题和华联市互动之外 也将进一步研讨缔结友好城市的议题 今天很开心 那原则上今天下午我们待会就要 开始我们视讯的一个会议 视讯的城市的一个交流的会议 那也很感谢前市长魏佳贤 在我们去年的五月的这个部分 有跟我们宜佐市有先进行了我们视讯的会议 那在后疫情时代我们也邀请 不管是我们之前的姐妹室 或者是我们新近的一些友好城市 我们都希望他能到花莲来走走 然而我们也会 也希望我们能够带花莲的乡亲 也到对岸去走一走 那其实我们希望多一点交流 能够促进观光能够了解彼此 那我们都认为是一件好的事情 对于伊佐市计划来台的骑程 魏佳燕则建议选在七八月的时间 因为正好是部落风年季的季节 可以让日本友人亲自感受原民风情 同时畅游华联山海美景 另外太平洋重古马拉松 今年迈入第九年 也希望伊佐市喜欢马拉松运动的朋友 跨海来参加 在台湾最美的赛道 与台湾的选手切磋交流 记者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